兒童節何欽明連假到來 舊左營國中公園 吹起一場軍事風 舉辦起舊事舊城 舊好生活 親子軍事風趣味公益市集 配合左營區獨特的歷史底蘊 甚至有軍事迷用卡車 拖來自己珍藏的舊軍用車 讓大家拍照體驗 現場氣氛頗為熱絡 軍路啦 或者是軍事迷的一些像 軍品的交流 那都是二手的 那再來就是結合一些軍車 早期的軍車現在也比較 在市面上比較難看得到的東西 又有公益的團體 然後進來一起做這個活動 讓小朋友來快樂的過一個兒童節 我們左營南子區的這些小朋友 親子團能夠更容易接觸到 平常不容易接觸到的 然後也能夠體會 我們這個左營的這個文化歷史的 一個底蘊 這是一個非常 預叫餘熱非常好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是非常支持 現場還集結了軍事迷 擺出自己的二手收藏品交流互動 由於就左營國中附近就是海軍基地 讓軍事迷覺得更特別 也吸引了喜歡軍用品的民眾 前來逛逛 我剛好看到朋友分享了那個 高雄點粉專上面有說 這邊有那個軍事風四集 我就過來看了 還蠻愉快的 我剛剛有去跟那個漢馬 不是那個吉普車拍照 上面有一支M60 就是那邊的人很好客 也很適合就是大家上去拍這樣 如果說最特別的話 應該像這個好了 這個是它刮在我們頭盔 頭盔後面 然後它是防止說 你今天如果真的在打仗的時候 流彈跳彈打過來 然後不小心打到你的這邊 沒有護到的這邊 所以它是會整個這樣子 頂在後面 它裡面會有一個 軟式的抗彈內裏 所以它是真的可以去 抗跳彈 流彈之類的 有的時候可能你會看到 職業軍人 我們直接講職業軍人 因為旁邊就是海軍基地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從基地出來以後 剛好就過來這邊一起看看 因為他們本身就是職業軍人嘛 所以對軍品也是小有研究 所以我們就會 就是大家一起來聊一聊這樣子 工藝市集特別邀請了 約80位偏鄉地區的小朋友 一起來體驗特別的軍事文化 參與這裡的各項遊戲 也有許多爸爸媽媽 帶著孩子來這裡跑跑跳跳 小朋友也玩得不亦樂乎 這是因為我每天 幾乎都帶他們去公園 因為公園太熱了 想說這邊剛好有玩的 可以跟他們玩 就是多接觸一點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這裡有那個射槍遊戲 就是可以射星星的 今年是主辦方第二次舉辦軍事封市集 融合親子軍事元素 是逢兒童節 舉辦了一場帶有地方歷史風味的公益市集 希望大人小孩都能盡興 一起度過一次特別的假期 既然是漫軍裡繁菲 高速報道 既然是漫軍裡繁菲